哈喽Polo的車友們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下改裝遞震器的直播分享 這台是今年才剛上市的Polo的六代代號是AW 那這台呢是1.03缸 1.03缸渦輪的 它的底盤呢其實是MQB的底盤 跟Golf的七代呢幾乎是底盤是共用的 那前面的話是麥花城的系統 後面的話是PoEB系統 車頭也比每一代流線很多 前面的話它因為是共用的MQB底盤 所以呢前面的話是有附上座的藏在這個裡面 KT有附上座 這也是LED大燈的 它的前面配置的這個鎖點就沿用原來的理載酸就可以了 好它的前面配置的彈簧應該是一百八十三 六公斤 因為這一台呢只有是1.0的嘛 所以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六公斤 如果是GTI的話呢 那就會配置七公斤 甚至是八公斤的彈簧 那目前都還是原廠的 輪胎的話也是原廠的16吋的規格 輪胎的話是原廠的195556 195556 現在前面已經裝好了 紅色的大紅的POLO真的非常漂亮 那他前面的邊緣已經拆下來了 前面的上座呢 KT他有附了上座 所以上座的話呢 就直接把原廠拆下來就可以了 那後面上座的部分 跟GOFF的系列一樣 他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他的後面的話呢 跟GOFF系列MQB的底盤不太一樣 他的後面呢 是拖一臂的系統 後面的話是配置了 3到4公斤的彈簧 那他的上座就沿用原廠上座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直接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阻尼的調整 有點暗 這樣就還好 這個是原廠的上座 那這個防塵套呢 是專用的規格 所以剛好砍在這個裡面 那阻尼的調整從這個地方 順時針的話 他就會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阻尼調整從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是彈簧調整機構 一般我們叫Hilo Key Hilo Key的話 他的長度變長 就會側高就變高 那筒身 筒身的調整呢 是來搭配彈簧的調整 這個跟這裡的局部結構就跟前一個世代比較相近 前一個世代的底盤 我們共用像是法比亞還有奧迪的A1 都是共用的這個底盤 後面是配置3公斤 因為這台車子的重量後面還蠻輕的 所以我們配置了3公斤的彈簧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台 因為台灣也算是剛上市沒多久 沒幾個月而已 POLO的六代代號的話是AW 前一代的是6R 這一代是AW 旅圈輪胎 這個都還是原廠的規格 195 55-16 1.0 三缸窝輪引擎 這一台也有配置了EA888的GTI的引擎 這台是BNG的上座 从这个地方呢 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 那上座一样是三颗螺丝 从这里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 还蛮方便的 这里好像不能播 没关系 我先把它做录影就好了 好OK 那这个就是预计啦 等一下车高降低的幅度呢 大概会剩下两指幅左右 两指幅 后面也是大概两指幅 原厂换好像大概快接近四指幅吧 红黑配色很强 好OK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有机会再装到POLO 再跟大家一起做分享